大家好 今天是9月8日星期四 今天開始講過 遠地踏步 恆生指數開始跌0.5點 國際指數升5點 科技指數升18點 南秋股習福上落 阿里巴巴升1.26% 令指數升18點 騰訊跌1.5% 令指數跌23點 油價下跌 拖累石油股下跌 中石油跌1.87% 中海油跌1.5% 中石化跌0.4% 創貨升1.5% 是開始升幅最大的南秋 A股開始跌不夠1點 港股開始之後 一度由跌轉升 但波幅極少 因為阿里巴巴升1.8% 令指數升22點 美團升1.13% 令指數升13點 但是騰訊就跌1% 令指數跌16點 但是港股就很快就由升轉跌 因為有人發現到 騰訊有200億的股票 搬到中央結算的倉 大家一定想到 又是有人估貨了 騰訊大幅下跌 拖累到港股 恒生指數上週是跌100多點 跌破了19,000點心理關口 騰訊跌2.1% 令指數跌32點 有邦跌0.7% 令指數跌11點 上週 恒生指數最低跌到18820 跌224點 上週收市就升了一點 只是跌74點而已 國際指數跌25點 科技指數升1點 成交400億 但是下週跌幅擴大 再度跌到200多點 騰訊跌3.6% 令指數跌55點 有邦保險跌1.6% 令指數跌24點 比亞迪跌3.6% 令指數跌11點 中海遊跌4% 令指數跌12點 恒生指數最低跌到188.4 跌240點 收市升了一點 跌189點 國際指數跌76點 科技指數跌49點 成交非常淡靜 只有800億 騰訊有大戶準備沽貨 拖累港股大幅下跌 恒生指數收在19,000點以下